瘦肉精风暴还在持续去年5月间发生的塑化剂风暴 同样曝露了国内食品安全严重的漏洞 萧绩会今天下午到板桥地方法院地状 对使用的玉生和冰旱两家业者 提供之原料的37家产品公司提出求偿 协助568位塑化剂受害消费者打团体诉讼 总求偿金额高达78亿 创下了萧绩会为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的最高求偿金额 而其中百姓公司与统一企业都被求偿最多高达15亿 小货车的后车厢里载着一箱箱消费者准备求偿的诉状 去年5月间台湾发生塑化剂风暴 不效业者在食品里掺杂危害人体健康的塑化剂 DHP让食品安全亮起红灯 消机会在今天下午到板桥地方法院地状 以团体诉讼的方式帮568位民众 对使用玉生冰和两家业者提供原料的 三十七家产品公司提出求偿 我们一共起诉了这个三十七家的这个被告 然后每一个消费者呢 他请求他的损害的一个部分 那加总起来全部一共是七十八亿左右 消机会经过近四个月的收件与统计 总共发现有三十五家公司 使用玉生香料公司的原料 求偿人数有五百二十九人 求偿金额达七十亿三千多万元 其中百胜生计公司的求偿金额最高为 十五亿六千三百多万元 另外使用玉生香料公司的 则有两家求偿人数为三十九人 求偿金额纪约八亿四千多万元 其中统一企业因为分别向两家香料公司进货 因此求偿人数也多达一百一十六人 求偿金额为十五亿七千三百多万元 消机会认为这三十七家公司应该负起连带赔偿责任 而这一次针对玉生汉滨汉两家业者所涉及的公司 请求赔偿金额为七十八亿新台币 创下消机会历次为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的最高求偿金额 而这也是国内第一次所提起的食品团体诉讼 记者有与林志坚台报道